第二个问题是学生的女儿 学佛很认真 每一天早晚真诚礼拜念佛 前些日子她对我说 她的耳朵好像静如另外一个频道 能听见很多人读经的声音 声音不大 但很清晰 今的声音我一迟聊一修 女儿也就跟着念聊一修佛 请问这个现象是否正常 这种现象 你不执着 就是好经济 你执着呢 就很难讲了 为什么呢 这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现象 完全不理会她 没关系 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 境界限期 佛经也好 摩经也好 不理会是好境界 你要是理会她的时候 你就着了下了 你就受她的影响了 境界限期 一开始不理会 你不受她的影响 你还是用自己的功夫 这是最好的方法 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我来说 你不为她的影响 你不为她的影响